哇 甜 这一棵红姜肠 我们叫做红心肠 是二三年的 二三年的时候只留了四个果 去年成熟的果 我们蘸一个来尝尝 哇 一口百姜果的话 从夏天吃到冬天 嗯 甜 肥一般还是 很甜 它自己种的水果 嗯 很尝尝 嗯 很甜哈 没有什么酸味了 水分又足了 酸味没有 嗯 现在是二四年的八月份 今年的果就比较多了 有十几二十个 这个枝条就四个果了 可能留了太多了 嗯 应该是留两个好一点 这个枝条要两个 这里要两个 这里也要两个 可能留两个的话 它就比较大哦 这种红姜肠啊 是比较甜的 而且味道要好 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种的 这个橙子 因为橙子 你吃多了 也不会上火 它挂果的时间要长 也比较疯产 我们盆栽第二年而已 那明年呢 饱得好的话 应该是果更加多 我们的桶也不是很大 那15家门的桶 这个架结苗 慢慢的塑造那个塑形了 接下来分享 红杏城的盆栽管理方法 基本基金我们没用过农药 用生物金 对 你看长得很好 他们说这个基金 要是不用农药就不行 现在我们的种的这么好 开花结果 其经常用生物金来种根种苗 把花包裹 它去用了一个 7克 这个是 猪草 牙刀 杆金 也是放10克一桶水 20到30斤的水 都可以的 先放一个 矿盐黄斧酸钾 放15克 只要配两种金 配这种矿盐黄斧酸钾 能够 种根种苗 我们淋一点 矿盐黄斧酸钾 跟哈赤木维金 和库药药包管金 包裹 这颗是若干 这里还有脆皮筋 这个套餐我们经常用的 这个哈赤木维金 库药药包管金 跟矿盐黄斧酸钾 现在雨水多 雨水多 它容易掉果的 我们来 炒果 现在也开花了 你看这里 它一边开花 一边结果 这是第三地 这里 这里有金钱印的 金脸的话 它就比较多 这个有四个 你看这一串 六个 八个 九 这里有两个 十二 三十四 这里也有四个 十七八个 二十个了